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月7日 先是同意和球队续约三年总价1亿2600万美元合约 7月12日又和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正式签约 双方将至少于未来五年内展开全新的商业合作模式 并且针对俄文个人打造专属产品线 双方不仅同意由俄文以首席创意官Chief Creative Officer的名义 参与其全新个人产品线的设计 并且将广泛地邀请各地篮球运动员 自主品牌 泛潮流文化的意见领袖 艺术家 音乐家 环保及人道主义先锋 设计师一起合作 围绕着俄文个人产品主线推出更多相关产品 以及通过与安踏及各领域精英的合作 为产品注入全新的理念 创意 进一步引领创新 安踏品牌首席执行官徐扬指出 正是因为对篮球的热爱 让俄文和安踏走到一起 这种热爱超越年龄 性别 种族和文化背景 我们相信这次合作将促进中西方文化融合 激发更多创意的多元化 不断打破球场和文化的边界 一起挖掘篮球运动的无限可能性 安踏从此将帮助俄文更好的通过产品 表达自己的篮球理念 以及对生活和艺术的热爱 共同给力篮球运动和文化的发展 让爱与篮球永不止步 换句话说 首款专属于俄文的厂商签名鞋及运动文化鞋 有望于2024年第一季度发布 届时完整的全系列产品线 也将同步上市 俄文是大联盟2011年6月23日的选秀状元 于2011年12月26日正式加入联赛 他曾经八次当选全明星 在上个球季代表达拉斯独行侠队期间 先发上阵20场 场均得到27分6次助攻5个篮板球和1.3次抄截 0.6次火锅 虽然这些年来俄文处事的原则和方法备受瞩目 可是他出神入化般的球技 始终牢牢地吸引球友和球迷的关爱的眼神 彭广阳 2023年7月12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